嗨姐妹们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好久没有坐下来跟你们分享穿搭视频了 如果你们看到这次视频觉得我胖了黑了 哦,那是真的 因为我回西班牙已经两周了 今天要跟姐妹们分享的就是 9月份在西班牙游王的一些穿搭 9月份的时候西班牙的天气 早晚文昌会比较大 中午是穿短袖 早晚的话必须要穿外套 所以我这次带过来的衣服 都是比较符合现在这个天气去穿的 如果你们生活在南部 天气还比较热 也还能穿到 短袖的话 那今天这支视频就非常适合你去看 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所有的衣服 都是来自于Goelia的 经常看我视频的姐妹们一定会知道 这个品牌 他们家的服装性价比非常高 做工非常的好 吊打一些快时商品牌的 Goelia是一家国内的服装品牌 所以他们家的服装 不管是设计版型 还是细节上面 更加适合我们亚洲女生去穿 如果姐妹们对今天视频当中 出现了任何一件产品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产品的链接和我个人的指控 都放在视频下方的info post里面给到你们 那我就来看看这两个星期 越会在西班牙到底去了哪里玩 如果你们对当中一些景点有喜欢的话 我会在vlog当中给你们标注地址和游玩的攻略 你们一步到vlog当中去看 好吧 第一个要给你们介绍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短袖 这件短袖是一件真身短袖 它是非常有弹力的 为什么要给你们介绍这一件短袖呢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漂亮 它是一个v领 可是它是一个爱心v领 它这边是有弧度的 袖子这边呢是有一个落肩的设计的 整个袖子是能把你的白白袖 就是非常好的 像我这两个不是胖了很多吗 所以我觉得穿这一件会让我上半身看着瘦很多 这件话呢我已经穿了好多次了 我真的觉得不管它是搭一个黑色的短裙 还是搭黑色的长裤 它都非常好看 当穿不会很热 它的透气性也非常好 另外一件呢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件短裙 这件黑色短裙呢 它下面呢是一个裙裤 它也做了很好的防走光的一个设计 出欢迎面料的 可是它上面呢是有一些金线和一些猪片在上面的 所以它在走路的时候 特别是在阳光下面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那一种发光的感觉 整体穿起来灵动性还是蛮强的 腰封这边呢又给你做了一个倒V型的腰封 所以它会把你小腹收得比较好 小腹下面是一个喷温裙的设计 所以它是完全不会嫌小腹的 裙摆不是特别的 短裙不是那种mini裙 穿起来完全不会尴尬 有一些大的动作都没有问题 今天早上给它搭的是这件外套 比较有特色点在于它整个包边 是用了一个白色的撞色包边 搭这条小黑裙的话呢 它就会看着更加的精致一点 这件出欢迎的外套呢 它是棉质的 它发现秋天穿正正好 不会特别的闷 都是有这种里秤的 你们完全不用担心 穿上身上会脏 它是非常舒服的 里秤呢也是这种比较有光泽度的里秤 看起来质感非常的好 里面是给你们带了两个备用扣的 我今天正好穿着它去灌玛德里的皇宫 我就没有把衣服脱下来 就直接先给你们介绍这一套 第二套给你们介绍也是收获最多好评的一套穿搭 就这套白色的马甲 它是配短裤的 我在巴赛罗纳排队拍照片的时候 被两位当地的西班牙女生夸 我的outfit非常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 它穿起来就是那种又精致 又有益力的小女生 又非常高贵的那种感觉 这一套也是小商品 不过它是马甲类别的 颜色是从米白色的 它的出欢衣面料上面呢 是夹杂了一些玫瑰金线在里面的 所以它在太阳光下面非常的亮眼 看起来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和气质就会非常好 这一套我真的很喜欢 我下面给它搭的是这件有一点点略微透的 天丝面料的衬衣 它的面料是比较透的 就能整个透出你的肤色来的 选择内衣的时候 选一个BRALET类型的内衣 就可以避免它太过于暴露的这种感觉 不过它作为内单来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的袖口跟领口这里 都是做了这种花包边的感觉 穿起来呢会更加的发湿浪漫一点 这件衬衣的纽扣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它是这种珍珠外面包了一圈金色包边的这种纽扣 细节上面做得非常的精致 在太阳光底下也是有一种微微发亮发光的感觉 这件短裤的面料跟马甲的面料是一模一样的 一套穿起来整体感是很好的 这件钩花针织的毛衣呢 它里面是在这么小小的一个top的 它是88%的棉羊毛 它放在现在9月份早上就是日出的时候去穿 因为我是穿着它在地中海看日出的 一点都不会冷也不会很热 因为它整个钩针的设计会让一些风进来 可是呢又有一定的保暖性 所以这件很好穿 它扣子做得非常的精致 它是金色的扣子里面穿了一些丝线在里面的 要看来是一件卡其色的钩针上衣 可是近看的话 它里面是夹杂了很多金色的线的 在太阳光照过来的时候 它是会发光的 我那天在海边拍照片的时候 就是身上会一直有一个反光点 因为太阳照在它那个金线上 它就一直在反光 所以照片拍出来都会有一点一点的绿色 它的面料是这种非常柔软的 摸起来很舒适的这种棉样 我穿它去看日出的时候 是完全不会扎的 带出去也很方便 像我放在行李箱里 直接拿出来穿 它都没有任何的皱的样子 就非常的好打理 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就当堵穿它这件自带的背心 外面给它绑了一条丝巾 这条丝巾呢 是我放在包里一直会携带的一件单品 因为我觉得丝巾其实它用处蛮多的 这条呢是90x90的 百分之百的三残丝的一条丝巾 他们家的丝巾做的也还不错 价格也不贵 当时中午的时候很热 我就把这条丝巾这样直接绑在脖子上 然后再绑在腰后面做了一个top的感觉 搭配那条喇叭牛仔裤穿起来 就非常的有度假氛围感 它这件喇叭牛仔裤的腰头这里做了好多的水装 非常的漂亮 它是这种有一点点的腹骨蓝的这种感觉 裤脚这边呢是前短后长的一个侧面 有一个小开叉的这种威娜的牛仔裤 这边也是做了很多水装在上面的 它给我166的身高窗是正正好的 完全不会拖地 也不会看着太短 它比夏天那款要略微厚一点点 它也是这种有微辣有弹性的这种 穿起来很舒服 完全不会卡当 我最喜欢的体验就是它的高腰设计 差不多到位这个位置吧 就很高 虽然它是一个九分户 可是因为它高腰够高 所以它还是会把你的整个下半身拔高很多 穿起来整个腿会显得比较长 然后因为它是这种有弹性的 又是有一点点微辣的这种设计 穿起来整个形体会非常的好看 就是臀部的那一个线条会非常的好看 主打一个舒适又很显身材的一条牛仔裤 这件牛仔裤我真的很喜欢 我已经连续穿了好几天了 真的就是非常的好穿 我强烈推荐你们去买一下这件牛仔裤 它这件颜色它就是比较浅 它是这种卡其色当中带一点点粉色的 所以它整体穿起来会更加的显年轻 更加的显亮丽一点 它的领口是做这种毛边处理的 是没有钮扣的 它就是一个开在那里的小外套 小湘风外套 它的插线也是以一个卡色为主 然后带一点粉色和浅蓝色在中间 它上面也是钉了一些猪片的 这是那种非常细微的猪片 你要靠得很近或者在生活当中 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那种赏光点 可是那是很微妙的 不是那种很浮夸看起来很俗的那种猪片 是很低调的那种小奢侈感的感觉 这件小小外套搭配牛仔裤 就会有一种那种休闲当中 带一点点奢侈感的感觉 这套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它那里也是带这种内衬的 也是这种断面的有光泽度的内衬 非常的高级 这件皮衣属于个人爱好 我真的非常喜欢皮衣 我有各式各样的皮 这件油腊皮的皮衣真的非常的帅 我当时看到这件皮衣外套的时候 我整个就爱住了一眼爱住的那种感觉 它是人造皮的 所以它比较广宝 这件的话呢 穿起来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复古感 可是又很帅气的那种外套 我个人很喜欢这一类的单品啊 如果姐妹们跟我喜好是一样的话 这件你们一定是必演入好吧 穿起来真的很好看 虽然看上去是比较厚实的 可是它的皮衣非常的柔软 它的皮料很软很软 穿起来很舒服 是用了这种琥珀型的纽扣 因为它是一个短板的皮衣 所以它会显得你下半身比较长 会有一个很好的拉长腿型的效果 这件皮衣小克纸也完全能驾驭 这领子是做的这种西装的枪薄领的感觉 前面是有两个夹口袋的 这件油腊皮在阳光下面呢 折射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就非常的好看 这件白色的针织衫 跟我身上这件黑色一样 都是这种针织面料的 不过这件的话呢 它坑条纹是宽一点的 我这件身上是没有坑条纹的 最好看的点在于 它的领口这边的设计 领口这里是做了一点 若隐若现的那种线条感的透视感 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件穿起来很显身材 像我最近真的胖了好多 穿它真的是会显得我非常的有料 它是有95%的莱塞尔纤维做的 也就是天丝的纤维 所以它穿在身上的舒适度真的很舒服 还有就是它透气性很好 我去巴塞尔纳达归尔公园玩的时候 就是穿着它 也是顶着个大太阳 中午十一二点的时候 穿着它 完全没有那种贴在身上 很难受很闷热的感觉 它很透气 穿起来又很好看 这件你休闲穿也行 然后下面穿一个西装裤 穿一双尖头鞋 正式穿也行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都可以加入了一件小针之商 这件我真的非常的推荐 这件衣服我要夸一点啊 它里面是带着那种 人鱼鸡粉的那种金线的 我穿它的时候 第一次完全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穿了好几天之后 我才发现 室外那个灯光照下来的时候 它是那种人鱼鸡的那种粉 哦太好看了 哇这一服真的是好妙 这里还有一件毛霜拍伤 它可以扣起来当一件毛衣来穿 它也可以敞开来当一件小外套 开上来穿 所以它比较旺呢 昨天我是穿的这一件 在马德里的市中心闲逛 当时早上穿这一件 开伤跟这一件短袖 是正正好的 蛮好看的 它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黑白红条纹的这种开伤 不过它这一件的话呢 也是上面 镶了很多小小的猪片 就是非常非常的小 我给你们看一眼 它的小猪片 对能看得到吧 这点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扣子呢也是这种比较复古的 这种铜的扣子 前面呢是有两个小口袋的 这件开箱呢就比较实装 特别适合当一个中间层来穿 旅行的时候带一件毛衣开箱 还是蛮有必要的 这件我觉得不管是都市穿 还是旅行穿 都还蛮好看的 也蛮适合的 这条黑色的破嘴裤呢 它的腰头这边 做了一个松紧带的腰头 上面呢是有一条白白的 白线的 这一件是96%的绵羊毛 它是羊毛裤 可是它面料做的非常的轻薄 穿起来垂坠度非常好 它前面给你做了这种假拉链 可是里面是没有拉链的 它是直接可以套上来的 穿脱非常的方便 它是介于那种 正式的西装裤 跟休闲裤之间的一个版型 我最想夸它的一点就是 它虽然是这种羊毛的裤子 可是它垂坠度非常的好 它除了有一定的保暖性之外 还有就是我从皮箱里拿出来直接穿 没有运它 它都是直的 它不容易皱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棒 像我们出来玩 带衣服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很皱的衣服 小网穿它的时候 它的保暖性是非常非常的够的 所以这件裤子 我这几天就一直在穿它 后面都给我 你们看一看 都给我穿脏了 真的我就穿了好多天 然后黑色又非常容易打理 它是有口袋的 它的口袋的深度也还可以 不是那种特别的浅 所以放手机啊 放一些零碎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最后一件外套 也是我第一天坐飞机的时候 穿的一件牛仔外套 也是哥利亚家的这种 藏青色的短矿牛仔外套 它虽然是牛仔面料 可是它很柔软 很轻薄 穿在身上很舒服 就像一件牛仔衬衫一样 这件的话它的舒适感很高 我当天穿它上飞机 直接穿的它睡 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胸口这里给你做了一个浮雕的这种设计 它下面是这种胶条式的 这款的话呢 是哥利亚家的一个联名系列 上面给你贴了一些小小的水状 也是这种藏青色的水状 就是那种很低调的光泽感 远看的话就像一件 普通的藏青色牛仔外套 可是近看的话 它就会有很多这种的小细节 然后下板是做的这种磨毛 没有收边的设计的 所以它整件外套也是这种方方正正的 短一点的 穿起来会显得腿比较长 比例会比较好 牛仔外套在秋天真的是 穿的概率非常的高 我那天坐飞机给它搭的是这一套 这一件工装裤 它的面料是这种很轻薄 不会有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哦 是能接受的范围的内的 然后它面料是那种很轻很薄 很有空气感的面料 它是64%的棉 还有32%的锯子纤维 还有安伦 这件裤子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我在飞机上穿着它 睡觉手动都没有任何个屁股的地方 两侧的口袋可以放一些护罩啊 一些零零碎碎的充电线啊 耳机啊什么东西 都可以放在这个侧面的口袋 和它这个前面这边的口袋 这条裤子我是选了一个 比我平时在他们家穿的 那个码数要大一点的 选了28码 我平时在他们家穿27码 我想要那一种拖拉的感觉 就是垂垂的感觉 不过这件裤子 因为它是这种非常阔的 阔腿的这种工装裤嘛 所以它穿起来呢 不会很显得个子高 也会显得腿比较粗 这点是没有帮它避免的 因为它裤型就是长这样的 它的裤脚也是有这种松紧带的设计的 所以裤脚可以收成这种小脚裤 或者是这种破腿裤都是可以的 它用的这种配件也是很有重量的配件 所以在质量啊和用料上面 你们真的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入 这点做的都是蛮好的 还有当天穿的呢是这件T恤啊 你们不要看下现在有点黑黑黄黄的 是我前两天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 有一件有颜色的衣服藏在里面了 所以它有点掉色 就把我这件衣服给染黑了 这件T恤呢是他们家夏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穿了 已经穿了一个夏天了啊 非常的好穿 我当时就是穿这件T恤加那件工装裤 他们家这件T恤也是卖了整整一个夏天了 是百分之百年的穿起来 就是比较舒服 你们买到的时候是比我这件要更亮白一点的啊 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所有的这次的西班牙的旅行创搭 都已经在这里了 希望你们看的还开心 我今年把一些比较漂亮和有代表性的西班牙旅游景点的画面 放在视频当中让你们欣赏 也祝姐妹们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